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视通 我是陈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始焦点 隔晚欧美股市急升 道指两日来升近千点 ADR和夜期预示港股或高开 A股能否守住3000关 甚至再向上突破是今日港股 盘中关键 另外多家公司会公布业绩 美国上市的主要港股预托证券ADR普遍上升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22243点 升404点或1.8% 另外港股业期收报22097点 较昨日恒指收高258点 两者均一是今日期指结算之下 恒指早段可上市22000点的关口 有望回补8月24日下跌裂口22185点 能否守稳该位成为后市的关键 而石天县则是另一阻力位 彭博就报道 中国官方昨日午后交易时段入市进行干预 买入部分的蓝筹股进行托试 可留意官方今日会否再进行入市 再来关注焦点板块 石油股方面 委内瑞拉就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油价 油价周四急升于一成 中海油昨日已经狂升14.4% 另外中石油昨日公布了收市公布截至6月底指 中期存立254.06亿元人民币 按年倒退62.71% 可留意石油股会否再有异动 再来关注焦点股份 多只股份将会公布业绩 其中内因股中期业绩反映了经营压力不轻 纯利按年指路的轻微增长 甚至几乎无增长 市场就关注建行今日公布业绩 股价昨日急升3.7% 另外南行 东风 复兴国际 以及被证监会乐定停牌的汉能薄膜发电 也会在今日公布业绩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中国区业务部发展经理 黄凌杰先生来为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Hello Ryan 你好 Hello Chris 你好 大家好 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A股方面 那昨天A股是呈现了一个V型的反弹 那金融股是带动了市场有一个反攻的动作 那养老金入市也是成为昨天的最重大的一个利好消息了 但是市场就表示 以其说它是一个利好消息 不如说它是为上涨再次找了一个借口 那让你怎么看今天的A股走势呢 那A股走势呢 我一直以来都说过 3000元那个重要的关口一旦出货的话呢 整个市场的那个投资期真的就是会回来的了 所以如果这样 如果再没有特别坏的消息出来的话 我觉得A股是有机会反弹到 那个3400元那个比较重大的这个走势位置 所以我这几天还是看反应过的走势的 所以你觉得如果是突破了3000点的话 3400点仍然是可以指望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那昨天呢终于是见到啊 港股有一个大幅度的反弹了 全日呢是升了758点 而且呢美联署啊的官员呢就表示啊 说可能下月加息的机会呢会减少 所以呢也是暗中啊就踢走了一个不明朗的因素 那今天呢是港股的这样一个七指结算日了 那今天早上呢开盘的时候呢是高开了500点 但是之后逐步的啊这个涨幅呢就有所收窄 所以Run你认为今天港股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如果港股方面我昨天也有谈论过啦 就是因为昨天A股上涨到那个3000点站得住啊 所以它从地步连21400点呢 有一个很猛的反弹啊 如果以期货来说的话 差不多去到那个22000点 大概有800到900个点的反弹的幅度 加上它今天要有结算 我觉得它今天因为昨天晚上美股也上涨了不少 所以今天高开去到那个22300点左右的水平呢 就是已经差不多满足到它这两天那个 几个月的反弹的那个水平 如果还必须要观望港股会不会好的话呢 我觉得今天早上可能那个波动性不大 可能会在下午的时间等它结算以后 下午的时间呢才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如果我觉得A股会继续看好到这个3400点的话呢 港股可能都有机会突破这个22300点到这个22800点左右的水平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因为22800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左利位 大家要注意这个点位了 好的 感谢Ryan给我们做出的详境分析 也希望Ryan的分析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至到目前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9毛 中国移动跌4毛 建设银行涨4分 工商银行涨1分 中国银行涨4分 港交所涨2块4 中国人寿涨6毛 友邦保险涨1块2毛5 腾讯控股涨1块3 金沙中国涨6毛 长河涨2块 新宏基地产涨8毛 九龙仓跌3毛5 中国海外涨6毛 华润之地跌3毛8 中海油涨4毛3 中石油涨1毛9 中石化涨2毛8 宽伦能源涨3毛4 中国神华涨4毛8 关注完了股市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就表示 美国经济表现强劲 奥巴马就预示过去的数星期 环球市场震荡 投资者忧虑中国和欧洲经济 不过即使面对这些挑战 美国的经济表现仍然是持续向好 美国堪塞斯联储银行行长乔治 就接受访问时表示 最近一周的市况令利率的形式更加复杂 担心加息可能会增加市场波动性 认为央行官员应该对收紧政策采望观望的态度 但是美国经济基础仍然稳固 有需要开始将货币政策正常化 27日下午停牌的天津港发展 在收市之后发表了公告表示 称今日通过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获悉 检察机关依法对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立案进行侦查 以涉嫌玩乎职守罪而对公司的执行董事 以及副主席郑庆月依法进行立案侦查 必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 集团还表示 目前港口生产和运营十分正常 公司将根据调查进展而不实的评估调查影响 天津港发展27日上午9时12分进行停牌 目前已经申请股份于今日进行复牌 8月27日发表了截至6月30日指的中期业绩报告 公告就称联想集团的中期收入为1412亿元 同比是上升了13个百分点 上半年的净利润就达到了40.15亿元 同比增长209% 同时美股的基本收益为2元 同比增长为208% 联想控股涉及的业务领域 主要是IT、金融服务、现代服务、农业与食品等等 在报告期间 IT仍然是贡献利润的最大板块 联想集团板块净利润同比是下降45个百分点 但仍然有12.92亿元的利润贡献 房地产板块的收入增加至人民币的43.4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20% 净利润增长至人民币17.33亿元 自6月份以来 联想控股股价比发行价一度下跌近40% 而今日股价飙升于10% 万达集团昨日就公布了以6.5亿美元 约为41.65亿元的人民币 收购美国世界铁人公司100%的股权 这是万达集团继瑞士银芳、马德里竞技之后 在体育产业的又一重大投资 也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一项国际顶级的赛事产权 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就透露 不排除下半年内再并购一家体育公司 世界铁人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铁人三项赛事运营者 和最著名铁人三项赛事品牌拥有者 占全球长距离铁人三项运动份额的91% 公司既是赛事品牌拥有者 又是赛事经营者 拥有5个独家铁人三项赛事品牌 在全球每年应允着250多项赛事 王健林就表示 目前世界主要体育产业基本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 要想迅速做大只能够通过并购 完成收购世界铁人公司之后 万达已经成为了世界规模最大的体育产业公司 据了解 并购后世界铁人公司管理层全部选择留任 并与万达签订了长期的经营目标合同 继4月资金涌入了香港 推高了港币汇价之后 8月27日 港币的汇价再次走高 触及了7.75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 彭博数据就显示 美元对港币汇率近日围绕在7.75上下小幅波动 最新报7.7501 为今年4月份以来 港币首次触及7.75的高位 人民币汇率下跌 加上A股的行情并不理想 可能令部分的资金从内地流入香港 令港币需求增加 中信银行的国际首席经济家 廖群就表示 但这些资金并不必然会流入股市 根据强方兑换保证 香港金管局承诺在7.75的水平 向持牌银行买入美元 根据弱方兑换保证 金管局承诺在7.85的水平 向持牌银行出售美元 在7.75至7.85的兑换范围之内 金管局可选择进行符合货币发行局 运作原则的市场来进行操作 与确保货币以及外汇市场运作顺畅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互港开市通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